然后来看到的是这个惊悚的画面 在高雄的凤林 今天中午发生了连结车的车祸 驾驶仪式是闪车失控打滑 结果造成的连结车是 反折撞进了一旁的汽车保养场 店家金黄桃窜 还好具有车辆受损 看到监视器画面 大家还是惊呼连连 绿色护柜车打滑失控 甩进一旁的汽车保养场 在一旁的银色轿车 直接被侧面撞击 业者吓得赶紧逃命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银色轿车车门被撞凹 挡风玻璃碎裂 连结车车头停在门口 差一点点就冲进场内 星期午上午11点多 这辆户归车行进高雄凤林光明路口 疑似因为过快失控撞击店家 不过造成驾驶却说 是为了闪车才失控 招式驾驶没有酒驾 但是画面中其实前车距离 还有一大段 会酿成失控事故 恐怕车速并不慢 这起意外也让连结车 横霸陆中央造成交通大打劫 后续责任是否跟前车有关 還有待警方釐清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